OK啊继续来看这个组对赛的焦点之战啊 叶峰在连续剃头了四个人之后啊 终于迎来了包王啊 包王这边是无处可躲了啊 其实真没办法 但是但是我以为这场比赛啊会很有意思 但是这个咋说呢 确实也挺有意思啊 意思在场外了 先来看一下这边啊 红丸被八神带走 好了先来看一下这边龙二跟八神 这角落哎 包王这个抓上哪了 居然吃了这么一个战C抓 必杀不解必杀 这有点cola 流那么多气干啥 我给包面子啊 先来看一下这边手底的真漆啊 这场比赛的内容我真的忘了 当时发生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 就是叶峰这两天是没有在 在他平时直播的地方直播的 所以他这个捕捉的窗口 游戏不是游戏窗口 是一整个桌面 从电脑上所有的东西 直播间的观众都能看到 搞笑的一幕就包王上场之前先求饶 他以为别人不知道 结果这个全世界都知道了 笑死我 好了啊看一下这边玛丽队真奇 哎失误了 这个抓啊 变成了大影跳c 想直接大影跳抓 被预判到灯回去 等着他再追去逃下盘 对包王抓到了必杀 这必杀就快 这哎不对呀 这开局反三呀 是吧 你有这实力 你跟他求着干啥呀 好了啊 先来看一下这主意 因为叶峰前面全都是剃头啊 所以两个人是完整的四个B队打 叶峰是八个B啊 但是还有四个没用 四个还得等到下一轮啊 所以他这一轮就只能用四个 而包王这边第一轮已经被打掉了 最后的四个 好嘞 好嘞啊 看一下这边 这根红丸 哎呀呀呀 表辈亲 所以说啊 他们老说这红丸裸杀厉害厉害 说实话 对这些高手来说 能吃到红丸的裸杀还是厉害 这仙鹤忽然间这么猛 不亲了 到此都没攒出一颗气来了 这仙鹤 上叶峰八了啊 红丸拿掉 这红丸上去打挺好的呀 都见到千鹤了 这红丸裸杀厉害 好了 看一下鹤跟龙二 鹤跟八神 都没气 八王一发波就挨揍 哎 准 晕了 不是这么快 拜拜 拜拜给千鹤 早了两个气 是吧 这场应该是 应该是最慢的一场 整场组绿赛里面最慢的 毕竟求了饶 想多拿几分 争一下 MVP 因为这个第二轮的出场顺序是随意啊 随意排的 第一轮是固定的 第二轮随意 所以叶峰是第一轮的手底 所以他可以选择啊 八个币连打 那样的话说实话 基本上就可以通关的 所以他觉得丢两个币也无所谓 哎呀 丢两个币也无所谓 然后这个六个币也可以通关 因为后面剩下的人 就小鸭跟晴红 难打一些 但是因为他开着聊天界面的窗口呢 看到他这个队友 队友们在群里面说啊 让别人玩一会儿 所以他这边第一轮就用了四个 然后就下了 给了桃小鸭发挥的提供 结果不是他队友玩了一会儿 其实这个他队友轮流上去挨打 被桃小鸭剃了一大堆 哎 这龙二干啥呢 这这最喜欢啊 天鹤这下扣摸头 开开脑袋 哎 成了 除了八神天鹤之外 其他的角色是回裸杀的 所以这个 戏夺 龙二就这么一个裸杀 对空还挺好用 从地板上戳下来戳起来的 就跟玛丽这个一样 这两个还真差不多啊 两段判定的就是 第一段判定极高啊 第二段看运气看距离 要打平了 保网的愿望达成了 达成了两个币 两个币就行 但是隔背儿亲呢 再来看一下这边八神跟龙二 下盘起手 下臂起手 没有运气 不是没有运气 运气不够 重攻击 开始 晕了 看一下这边啊 手底的八神 哎呀 这波帅呀 这波帅要反散 叶帕巴 这么强 三颗七的八神 这批杀 成了 领先了 看到没有 这只要买二送一啊 好了 看一下这主 八神跟龙二 以后还剩一个了 然后开始吓死手了 把上一局吃的八字女 吃多少还多少 能不送一个吗 不多送一个吗 打晕了 好快呀 上一局用了多久啊 怎么这么快 A D抓 抽到了 完了 晕了吗 没晕啊 两个 两个 插一下 两个远随大回发 有气 这没气 鬼步连 直接打人 帮王还有一下 挺住啊 小包 车房 车房要抢 所以说 球饶有时候还是有用的 你看这这家伙下死手的时候 他往这边是真的很难顶得中 因为这个比赛 球不球饶 说实话 无关这个战局的走势 不让他穿 完了 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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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续穿三 受队